一支的十项 第二部 第六册 第六十一节 前情摘要 在上一节中 塞斯谈论了物质的本质和能量物质化与去物质的转变模式 借此我们了解到几个很关键的知识点 首先 本真宇宙中只有意识能量波 能量波的快慢与扭曲形成了有形 有像 有质地的物质 就像是湍流中的漩涡 它可见 可感 可互动 并且有着自己真实的想象力 但它却本无一物 漩涡就持续存在于那里 这是客观事实 但构成它的粒子却在快速地替换着 没有哪个粒子属于这漩涡 但它们却又构成过这个漩涡 或正在与将要构成这漩涡 我们世界上伪装层的物象 就是这样被意识能量波 用意识能量威力打造出来的 不管是流动着的无形之风 有形之水 植物 动物 人 岩石 高山 一切外在伪装感官所感知到的所见 所闻 所感 都是靠这一技术手段显化出来的 物质在某些方面是你们宇宙的基础 但物质本身只不过是转化成种种面向的能量而已 具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被你们的感官感知 因而可以被操纵的某些属性 只是凝聚的足以产生让感官感知到的 一种相对永久的伪装外观罢了 物质本身不是连续的 物质的实质属性并不连续 就物质上来说 你今晚坐的这把椅子 不是你昨晚坐的同一把椅子 物象的改变 不管是成熟或是衰败 其改变的是显化逻辑背后的投影像 因为时间本身就是伪装 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时间在那里必然地流逝着 所以物质随时间的生灭的过程 都只是观察者自身赋予伪装的一种属性 比如说 如果你观察伪装层的方式是倒放 你逆流在所谓顺流的时间之河中 你会看到子虚乌有中浮现出一枚腐烂的水果 变得鲜嫩饱满 然后成为花朵含苞待放 枝压缩回树干 最后归为种子 又一次化为乌有 如果你从小就看见这样的过程 你就会认为这样的过程 就是自然的 物质本身不会老化或败坏 这可能会让你困惑 我甚至可以在所谓的 严惩老化和其他考古事件上证明这一点 物质是在一个潜意识层面上 从能量直接创造出来的 就像你打开电视的瞬间 那些画面就出现了 而不是生长出来的 你们的考古只是自己和自己的一个游戏 你们在图里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东西 或我们想要你们找到的东西 哪怕几分钟前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物质是自发和瞬间被创造出来的 物质的本质 在你们科学界是一个极为难解的痛处 所有物质的背后 都有一个意识能量在支撑其显化 不是物质组成人赋予它本体 没有任何身体的神经结构 或纯粹化学和物质属性的结合 能产生意识 意识是被赋予给物质的 物质让意识在特定的伪装层中 与场域中得以发挥效力 在个体化的心灵能量 接近你特有的场域之际 它开始在那个场域之内 尽其所能表达它自己 所以你的意识频率直接决定了 你当下所处于哪个对等的 意识频率伪装层中 改变自身意识频率的核心频率 就可以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进行穿梭 保持持续稳定的意识频率 可以进入其对应的场域 进入时它自动聚焦 你们有一个心灵的抵达与离开 在意识能量接近之际 它创造物质伪装实相 首先是显化轮廓框架 这相当不充分 激进不自然 在意识完全进入所谓的 物质层面之内时 它持续创造细化的物质细节 然后能量转为物质的建构 这一技巧随使用 变得更熟练 更聚焦 比如你猛然回头 看到街道上走来一个人 一身红裙子 这时开始具体化构图细节 头发 面部 身材 鞋子 周围的车辆 行人 如果你此刻停止观看 也就只显化到这一步 为了节省算力 如果你继续盯着看 细节就会越来越多地被刻画出来 第61节 能量脉动中的间隔 反物质 负物质 1964年6月10日 星期三晚上9点 按指示 我们今天晚上 可能不会有一节完整的课 因为我的前两节课 没有善待卤博 上一次 我最初确实只打算上一节短课 但是因为有关物质 material的数据 material传得那么顺利 请欣赏我的双关语 所以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毫无疑问 在这些方面 还有很多要谈的 有一个推测 卤博是对的 在谈到你自己的经验之前 我还有一些数据要讨论 有几件事 现在应该清楚了 你们所知道的时间和物质之间 有一种相互作用 这我还没有给你们解释 基本上 物质是自发又瞬间的 我告诉过你们 你们在它身上 似乎感知到的变化 只是错觉 你所感知的 反而是不断的 新创造的物质 因为能量填充了模式 被感知的物质 它的清晰度或坚硬度或质量 取决于形成它的能量 因此物质的特性 取决于那填充模式的 能量之所在位置 但我说位置 我是从这股能量 通过你们的场域时 那到来与离去的角度思考的 有一个你们可以称之为 能量聚焦的最高点 到达这一点之后 能量就开始离去 如果这有帮助 你们可以把能量 想成是一阵风 一阵从内部充盈某些模式的 宇宙风 这些被填满的模式 看起来相当坚固 又够永久 足以被认为是如此 然而 组成它们的风 从来不是同一阵风 风来了又去 依据它自身的强度 来填充这些模式 一个气球 它的软硬程度 是根据里边 装了多少个气压 而一个乒乓球 是否能弹起来 与其自身温度有关 温度是能量的频率 气压是能量的密度 我们一切已知的物理属性 在其能量的频率和密度改变后 都会随之改变 没有某一物质 拥有自身不变的物理属性的 我们对物质的色泽 质地 属性的认知 是基于某一狭窄的 特定的能量频率密度 然后参数的小范围改变 我们的世界 就会立刻截然不同 物质显化出的形态与状态 都是构成它的能量 之特定与指定表现 世间本无一物 皆心念所造 起心动念间 即刻显化生成出来 你可以盯着荧幕上的 一张图片持续看 它仿佛保持着 始终如一的样子 但负责在你眼前 持续显化它形象的 像素内电子 却在高速地彼此置换着 对于你来说 一分钟前的山 是那座山 一分钟后还是 什么都没有变 但对于显像屏来说 一秒钟前的这座山 已然和现在的 不在同一个显像真理了 对于多数人来说 左右两座雪山是一个 但对于显像系统来说 就是两个 你第一眼看它时 与你再看它时 显像的位置与轮廓是一样的 但负责显像的电流粒子 已经置换了几批了 你去年打开游戏时 主角站在这山巅 看向远方的云 鸟 火山 今年打开游戏时 主角还站在这山巅 看向远方的云 鸟 火山 请问这画面里的云 鸟 火山 还是去年的那个吗 是的 一模一样丝毫未变 不是的 你换了显像屏 换了台新电脑 显示它们的像素点 驱动像素点的电流 都不是原来的了 我们将用大量的时间 来谈这个及其相关主题 因为我们还必须处理 模式及其来源 由于物质不断地被重新创造 而且是瞬间的 所以你们对时间的很多想法 当然是扭曲的 因为你们认为物质随着时间而变化 或在时间中变化 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从一个既定物体的貌似变化 来判断一个时间间隔 我们生活在由针串联起来的 时空切片中 并通过自我意识和人生蓝图 意识频率 串联起不同的平行针 构成看似连贯的人生经历记忆 当你看三格图时 你会默认这三个全然不同的人 为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你看图的下半步时 这就是灵体看见的我们 在高危眼里 我们就犹如同时存在的 一连串残影 每一个你都同样的真实 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时空真理 这个不是那个 那个不是这个 因为构成这些残影像的粒子 都是全然不同的 我们的脑子里 又被植入一个程序 就是自动忽略细微的显像披露 与自动默认单一物体的连贯性 视觉暂留 也叫视觉记忆 是人眼对行觉和光觉刺激的 一种滞后和维持现象 光的刺激在停止作用之后 仍会在视网膜保留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大概是16分之一秒 也叫视觉延迟 这是神经传导的生理特点决定的 也就是说 人眼的神经传入机制 决定了人眼的输入信号 不是连续的 而是像脉冲一样 在两个脉冲之间的其他信号 很有可能会被忽略 因为人眼感觉不到 视觉暂留和视觉拟动 是人类影视艺术发展的基础 早期的电影受限于技术 拍摄频率较低 大概1秒16帧 所以现在看起来 有种断续动画片的感觉 比如早期卓别林的电影 现今流行的胶片速度 都是24帧 画面更流畅 基于以上原理 我们可以创造出很多 充满艺术感 甚至充满奇异的 视觉幻觉作品 比如下面这个神奇的舞蹈者 不同的人观看到的旋转方向 各有不同 甚至同一个人 也可以有顺时针和逆时针 不停变换的错觉 网络的解释五花八门 而真正的原理 就是视觉拟动现象在搞鬼 同样的道理 直升机的螺旋桨 汽车的咕噜 这些东西一旦超越了 我们的观察刷新速度 就变得不可见了 而在与我们视觉刷新一样快时 看着就仿佛静止不动一样 我们生活在一针一针的 非连续空间内 却感受到连续的人生记忆 这就像我们的显示屏刷新率一样 你觉得自己的显示屏 是一闪一闪的在播放电影吗 可是它确实是 一闪一闪的在逐针播放着画面 真相与自我能感知到的事实 往往是两码事 这让我想起了 你们的错误因果理论 就实际目的而言 到目前为止 这个理论还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但它逐渐变得如此 时间不会引起物质的变化 表象恰恰相反 我打算跳过一大步 直接说 人类自己以及所有有意识的存在体 都在潜意识中产生物质 稍后我会补充相当重要的细节 我想指出这一点 因为物质是潜意识创造的 因为它是同时且瞬间存在的 因为它的创造或到来 以及它的离去或替代 都是瞬间的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 至少在理论上 就有可能重新创造过去的物质 只要物质的模式 还一直被保留着 这一句的最后那部分极为重要 物质的衰变是一种假象 因为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着的 单向均速线性时间在发生 这与我们的人生体验 科学观察都大相径庭 甚至截然相反 不用急于理解或否定 这样匪夷所思的说法 我们继续往后看就会理解 其实当你回想一下 真与罗甚至我们自己 可以数十次的反复历经此生 展开不同的人生尝试 就应该明白 所谓的世界 家人 自己 历史事件 不过是一次次的伪装背景而已 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 在物质场现身 进入为它准备好的模式中 坚硬的错觉 是你们自己的外在感官造成的结果 感知太慢 无法捕捉到持续的脉动 因为构成物质的点滴能量 不断地完全消失和被取代 我们都知道 分子间震荡的速度越高 温度越高 质地也越松散 冰 水 蒸汽 能量在粒子间做工 让坚硬的石头变成岩浆 让金属化作蒸汽 低频的物质远比高频的物质坚硬 而一切物质都是能量流进入显化蓝图后 表现出来的 就好像上图中的花钢岩与橡皮泥 其实在屏幕上它俩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读者的石 在看到像的那一刻 已经赋予了它们各自的温度 硬度 密度等特性 你的认知源自你的经验 你的经验是源自你的外在感官 而你的外在伪装感官 为了配合伪装石像 会自动瞬间生成感觉 现在这种技术叫做模拟力反馈系统 玩家感受到重担 拿起特定质地的游戏内道具 感受虚拟游戏道具的重量 硬度 温度等 其实游戏内的所有物品 都是一样的代码 但系统会根据设定 让墙坚硬无法穿过 让水轻柔可以求度 让你可以拿起树枝 而搬动不了你真的石头 在能量脉动中 当你们的物质世界不存在 和确实存在时 都有着同样多的间隔 为了我们当下的目的 我们将称这些间隔为负间隔 这个特殊的理念 是我最关心且想传过来的 我希望我已经为它垫好了基础 当我使用间隔这个词时 我当然是为了让这个理念可以理解 事实是 你们场域上的物质 是由持续的能量脉动所组成 虽然对你们来说 外观在相当程度上是永久的 而我也说脉动是持续不断的 然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分开的 全新的脉动 不是你们用在一个 连续的物体上所说的那种连续 因此 当一个脉动 从你们的层面上消失 而另一个脉动 即将取代它的位置时 就会出现我所说的 副间隔 单纯地看 每个副间隔 可能可以忽略不计 但总体来看 这就会增加到了 有多少正物质 就有多少负物质 我们都知道 能量震荡波是由波峰与波谷双向构成 而这样的震荡波出现的频次 构成了频率 显向频率越慢 构成的画面越粗糙 信息含量越少 频率越快 画面越鲜活 信息含量越多 为了能在单位时间内 显化出更多的信息 系统使用了多频显向技术 这样一个可见像彻底消失前 下一个可见像就已生成并显化 如此交替 维持持续的无缝伪装相连接 所以有修行的人 看世界时 感觉世界的色彩更鲜艳 亮度 色差 饱和度更丰满 不过 有可见的显向波峰 就必然有对等的波谷 即不可见的部分 红线下的部分 实际上远多于红线上的部分 那些不可见的部分 我们叫做暗物质 暗物质是由暗能量驱动产生的 现在 我们人类在本伪装层中 肉眼可见 加上仪器可见的物象部分总和是5% 换句话说 就算是你身边一米肩方的周围 有95%的物质实相伪装物 是你看不见 感觉不到 与不认知其存在的 这95%就构成了 多维多元平行套叠时空 就好比你的电视 可以接收200个频道 而你每次只能观赏一个 它们都同时存在 却彼此互不相见 也许此刻你的房间里 就有十几个不同的你自己 在同时生活着 而你却浑然不知 就好像在早期课最开始时 真的朋友在家里恍惚间 看到了另一个频率实相中的自己 在自己的房间里走动 而把自己吓了一跳 现在 在你们层面上的实体物质 我们称之为正物质 对于负物质的场域来说 你们的正物质将被称为负物质 很明显 我们有很多数据要涵盖 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关键是 感知是你们所谓的 物质之衡量标准 你们没有感知到负间隔 你们没有感知到物质的连续创造 你们的物质层面 并不是唯一被赋予操纵物质的层面 然而 它是这层层面的焦点 而且它们是紧密交织的 另外两个层面构成了 你们可能认为的外源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当你觉得其他平行自我 是自己的副本替身时 那些同样真实的对等自我 也在这样看待着 你与你所在的这个伪装世界 9点50休息 真像往常一样解离 他说他能感觉到赛斯 在向他灌输概念 他说 好像他能吸收一品托 但赛斯想让他接受一夸托 虽然如此 他感觉他今晚对他很宽容 当他再次传输时 节奏正常 10点继续 我说过这节课会很短 它会很短 我想就你们休息期间的讨论 再说几点 你们说得很对 我们的副间隔的确 与反物质有关 只是我比较喜欢 称它为副物质 你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用 反物质存在于 你们自己的宇宙中 你们无法通过任何 只在发现质量重量存在的计算 来确定反物质的存在 反物质用你们的术语 与你们的宇宙同时存在 有我称之为的反重力 并在我称之为的反空间之内 如果你们现在记得 在能量进入物质时 能量的脉动与脉动之间 有负间隔 或者说间隔 如果你们记得 有间隔存在时 你们的物质宇宙 在那时就不存在 那么你们就会看到 这就给了我们反物质 所谓的正负物质的看似 以及有其实际目的的排斥力 将在另一次课上解释 因为如果现在 就开始展开着题目 你们最后就会有一节 更长的课 而不是短课 反物质与负物质是两个 全然不同的名词概念 反物质是存在于 我们这个层面中 但粒子电荷逆向旋转的物质 反物质一旦与正物质相遇 就会发生湮灭 而两者相互中和并消失 负物质是我们平行镜像 伪装层世界内的物质 同样 对于它们来说 我们的物质也是负物质 能量波在两个世界间 快速摇摆着形成了 彼此不可见 但一模一样 相互并存的两个世界 当我说我要结束这节课时 我希望你是意犹未尽 而且会觉得失望 甚至是鲁博 我说过过不了多久 你们就会学会利用额外的能量 甚至不假思索地利用它 同时 由于许多原因 各自课程所耗费的能量 会有所不同 有些与特定资料本身有关 为此 你们有时会需要一些休息 我在此遗憾地 非常遗憾地 说成晚安 10点12结束 真像往常一样解离 他说 他感觉到的疲惫 和一般课程结束时一样 完全不像上一节课 结束时那么累 我们俩都没有发生 手的现象 在做心理时间练习时 我有以下经验 6月11日 星期四 缺 6月12日 星期五 晚上9点15 一旦达到所需的状态 我就经历了我一贯的 所暗示的 轻盈的感觉 还有 有那么一会儿 我的整个身体感觉 有点扩大 真有过几次 这样的感觉 当我平躺着 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时 我感觉臀部和双手 特别宽阔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影像 或声音出现 6月13日 星期六 缺 6月14日 星期日 晚上11点半 真和我在乡下 度过了一天 放松了心情 主要是在我们房东的农场 那天晚上在床上 我没有尝试想要的状态 我看到了许多 简短的林地场景 它们像投影片一样 在我眼前闪过 每一个景象 都像隔着一层白纱 看过去 但都是彩色的 很容易就能看清 每一个都不一样 而且都没有任何声音 也没有一个场景 让我想起我们白天 所见过或去过的地方 6月15日 星期一 缺 星期五